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水泥碧釘跟壁虎 它的規格種類 以及使用的狀尾尺寸跟規格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我們這裡有些什麼東西 右手邊的是屬於壁虎類的 左邊的是屬於壁釘類的 一般來說就是 有套筒的 就會被叫做壁虎 那如果沒套筒的就像釘子這樣 就會被叫做壁釘 這種叫做8號的水泥壁釘 這種叫做1 4英寸的水泥壁釘 那8號的它就是使用的是十字的螺絲頭 那這一種的話呢 比較粗它就使用的是六角頭 你就必須要用六角的套筒 這一種水泥壁釘這種你就用2號螺絲 其實就可以使用 那這一種的呢 上市專監所的部分 有介紹過 那有興趣 想要看比較詳細可以回去看我的影片 這個呢是7.5mm的套筒 這比較特殊的規格 7.5的不是6也不是8 8號的呢 除細就跟一般的螺絲釘差不多 所以強度呢也一般一般 這一種你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比如說你就是 鑽個孔索個螺絲 然後你就可以 掛月曆啊 掛時鐘啊 掛一些比較輕的 這種就是比較重型的 比如說你要 把那個 壁櫃啊 橱櫃啊 釘在牆壁上面 你就需要這種 然後這種比較粗 長度也會比較長 整理一下 規格就是這8號 第一個是1 4英寸 那8號也有長短 比如說它一般會說 8乘以1英寸 也有8號乘以4分之3的 一般8號都會短一點 大概都是在1英寸左右的 那這種4分之1英寸 一般長度就會比較長 一般都會在 2英寸2英寸半 3英寸為什麼 因為 等於是把腳目 鎖在牆壁上面用的 那因為腳目一般就已經1英寸 你這個長度起碼都要 2英寸以上 剛剛說的 1 4分之1呢 指的就是這一個寬度 為什麼要知道螺絲的這個寬度呢 因為我們 要知道要用什麼樣子的 鑽頭去鑽孔 如果你如果孔鑽太大 你那個螺絲就鎖不緊嘛 這一種8號的 我們就使用 3mm的水泥鑽頭去鑽 右手這一種 1 4分之1英寸的 我們就要使用 5.8的水泥鑽頭 那我在實作上面是有發現 那個是不鏽鋼的啦 我這幾隻都是不鏽鋼的 但是我有發現就是 我用3英寸的鑽的孔 稍稍有點小一點點 因為我用 衝擊起子機去鎖 然後這個頭會斷掉 所以就是當你在鑽孔就稍微 給他多鑽幾下 讓那個3英寸那個 你鑽的那個孔稍稍大一點點這樣子 會比較好鎖一點 提供給各位朋友參考 壁釘的部分就是這樣啦 他沒有套子 也不用套 不用套 是不太安全的 但是他這個就不用套 OK就是鑽的孔直接鎖下去 那這邊的話就是壁虎 最清醒的就是這種塑膠壁虎 塑膠壁虎的話 一般我們是使用6.5mm的磚尾去鑽孔 鑽孔之後再把這個 用鐵錘敲到那個洞裡面 螺絲再鎖在這個洞裡面 螺絲鎖進去 它這個就會撐開嘛 就會頂住那個洞 然後就會緊 但是因為這是塑膠的 石座上面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也不能鎖過頭 因為鎖過頭這個裡面塑膠的 牙被你多鎖幾次也是被你攪爛了也會鎖不緊 你買的時候你可以跟老闆確認 你要那個 使用6.5mm磚尾用的塑膠釘套 這樣才比較不會買到那個 比較薄比較小的那種釘套 這種是塑膠的嘛 那這種一看就知道是金屬了 那我這邊是有準備兩種尺寸 其實這裡是三種尺寸 但是我是說粗細的話是兩種尺寸 這個是兩分的 這個是兩分半的 那這兩分半這個只是長度不一樣而已 它的粗細是一樣 比較常用的就是兩分兩分半還有三分 所謂的兩分呢 指的不是這個套筒的寬度 量這個套筒 兩分就是6mm嘛 你看這量起來不對啊 不是6mm嘛 這個兩分的量起來大概8點多mm了 所以 兩分指的是裡面這顆螺絲啦 你看這個 螺絲量起來是不是差不多是6mm 兩分指的是裡面那根螺絲兩分 不是外面這個套筒 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 它這一個底部的這個地方 一條一條它就是防滑的 這一個防滑的要對著這個套筒 然後因為這邊也是有點內縮堆形 它就是要塞到這個桶子裡面去 這邊有個墊片 這一面是牆壁 然後這邊是牆壁裡面 所以你這個要塞到牆壁裡面去 這邊是牆壁 這邊就是外面 當你這樣子鎖鎖鎖鎖 這個尾部就會被 拉到這個裡面 這個就會撐開 所以這種為什麼叫膨脹螺絲 就是因為它會膨脹 這一個就是兩分的 兩分指的就是裡面那根螺絲兩分 那這一個就是兩分半 兩分半就是多少 兩分是6嘛 三分就是9嘛 那兩分半大概就是 7.5左右 所以裡面那根螺絲呢 的粗細大概就7.5 外面這個套筒呢 大概也差不多是10左右 我們在鎖孔的時候 2分的 你要大一號 大一號就是你要用2分半 一般鎖尾大概就是8了 8mm的鎖尾去鎖 2分半的你要用大一號 大一號也就是3分 那三分的话一般就是 我们会用9.5的 记得就是要大一号 比如说你说两分必虎 那你就大一号两分半 我们这个大一号不是两分就变三分 两分两分半三分这样子跳的 那三分好像没有三分半 然后就跳四分 除了两分两分半这个规格之外 另外就是长度 比如说两分半的两英寸 两分半的两英寸半 两英寸半就是这个长度 今天就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请记得帮我按个赞 分享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拜拜